耗资500亿修桥挖隧道连通了深圳和中山 深中通道为啥不能简单点直接拉个大桥呢 深中通道横跨21公里的珠江 上下连通陆海空 除了各种黑科技 还有超过15000人的努力 不就是连接两个城市要跨海吗 咱有经验呀 深中通道为什么尤其难搞 本来最佳选择其实是全隧道通向 听起来倒是爽 咱也得考虑一下实际呀 全隧道长度至少15公里 那可是全球都没有尝试过的难度 咱就不说设计施工了 真的运营了 光防火就塞就难以解决 那咱来看看架桥呢 且不说远距离架桥的物理难度 主要是深中两头都不适合建桥啊 深中五格保安机场是个大型国际空港 对桥塔建造高队有限制 那中山市机场小 咱也不能建高点呢 原来是因为这里是个大港口 经常有超70米高的大型机装箱传播通过 而且啊随着传播大型发发展趋势 高度还会上涨 但是咱这桥一旦建成了那可抬不起来 那怎么办呢 就这么放弃 那不可能 对于中国来说没有过不去的坎 东碎西桥走起 咱既得让飞机飞得过 还得让大船自由行 所以说呀深中通道不简单呢 前前后后折腾了几年 才得到这个最佳方案 方案定了咱就开整 想不想知道 深中通道还有啥高难度黑科技呢 点个赞咱们接着聊 八万吨的海底隧道城管 就算咱是基建狂魔也得抖一抖 深中通道是怎么做到的 6.8万公里的海底隧道 可不能潜水下去怎么 那氧气罐穷完了也搞不完呢 那海底隧道怎么建的呢 其实啊 是在地面上建好了 才安装到海里的 听起来还挺容易是不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咱这个海底隧道 一共有32个管阶 还有一个阶头 要分批次放下去对接 难度在哪呢 每个管阶都得在水下 实现毫米级对接 插之毫里 试之千里 尤其是这个27号老大哥 重量8万吨 堪称巨无霸 这个管阶啊 排水量相当于一艘重型航母 比起其他管阶 重量得多个2万吨 长度得长个40米 咱就说你怎么这么特殊呢 先不说安装 这么重的城管 怎么精准放置呢 时间短任务重 能不能完成呢 答案是肯定的 四航局自主研发了 世界上最大的智能台车编组 200台电动液压车集体上阵 一同撑起城管向前移动 就向蚂蚁军团骑心协力 咱照样能上 不愧是咱中国的工程师 不仅能干 咱还干得好 毫米级误差的对接精度 在世界首条双向八车道 海底隧道施工中 再破纪录 身中隧道牛就牛在 不光有全球顶级的隧道 还是集群工程 点个关注 咱们接着聊 超大超长超宽超快 不愧是耗自500亿的身中通道 就这么厉害 集群工程这个重点就在于集群 就是说 咱不仅建了桥 还造了小岛 还把隧道连到了海里 鉴于当地多风多雨多浪的环境 整个施工过程 那就是风中穿针 海底绣花 你就说难不难吧 身中通道全长24公里 主化1666米的林地阳大桥 580米的中山大桥 还有13公里的非通行孔桥 以及东西两座人工岛 堪称世界最难工程之一 身中通道的过人之处 还在于它的海底通道 全程6.8公里的海底隧道 已经很了不起了 最绝的是 还有超宽双向八车道 这可是现在全球最宽的 海底城管隧道了 就拿着城管胶筑来说 管节旱缝长达270公里 需要交近三万方混凝土 放眼国际也没有合适的设备 你怕了没 对于咱来说呀 那都不是事 自己研发了胶筑超快 实物超地的生产设备 边干活边破纪录 也就咱中国了吧 最实用的 咱还得说说这建成后的效果了 有了身中通道 深圳中山两地 即刻步入半小时生活圈 梦幻通勤不成问题 过去两小时的路程 现在让你20多分钟横跨竹江 一路上还能看看美景 咱就是不在身中 也想去看看这超级通道呀 那你想不想去体验一下呢 感谢收看海克斯情报社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